全球第二大低轨道卫星厂商OneWeb成功发射火箭 大股东来自英国政府欧洲通信卫星公司 具备浓厚的欧洲协同 英国查尔斯王子科学部长乔治·弗里曼 与OneWeb集团高层近日在太空客持续会议上密切交流 有望成为欧盟发展低轨道卫星关键厂商 欧盟15号正式对外宣布启动太空安全连结 与太空交通管理两项关键倡议 将赤字61欧元打造低轨道卫星通讯系统 同时建立太空交通管理系统 觉得谈到低轨道卫星 其实我们谈的就是6G 这个其实是欧美国家在摆脱台 应该说中国大陆对5G的一个包围 那再来的话当然就是说 见过属于自己的一些网路通讯的设备的话 我觉得可能在未来可能在面对很多的 这个战争风险的时候 他们也会比较有一些保障的一个问题 台湾锁定低轨道卫星发展 不少科技厂商与OneWeb都有合作 地面站闸道器终端发射产品 室内外接收器 台厂深阳科 台阳明太等业者 强吃供应链商机大饼 专家分析欧美围堵中共5G发展 低轨道卫星 6G网络 可说是世代必行 其实就是一个网通的延伸 那只是说针对所谓低轨道卫星 它所必须要有的特殊规格 那这个部分的话 原则上以台厂来讲 他们其实都是在同步参与 欧美国家的这些系统规格上面的一个发展 数据显示 低轨道卫星产业2022年 产值可能高达2950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8.26兆元 随着主要业者加入战局 产业成长性也备受期待 近单一审位同台湾台北报道 也许是在 GEO